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收到博地Patreon的包裹 裡面的東西就是大家眼前看到這些 一個電競束口袋還有今天的主角 Viper V765機械鍵盤 那我在接觸電腦以及周邊的玩家應該都會有聽過這個來自於美國的品牌 他們的產品有高端記憶體 快閃記憶體以及電競周邊等等 而在電競周邊部分有專門成立Viper Gaming的電競產品線 像是超頻記憶體、鍵盤和SSD等等都有 算是非常多元化的產品生產商 那平白介紹到這裡,我們接下來趕緊開箱 首先先來看電競束口袋的內容物 束口袋上方有一個大大的Viper Gaming的logo 真的很騷啊 裡面有兩件電競巢衣 一個白色的小盒子 裡面是電競塑壓骰子 上面還有Viper Gaming的logo 玩起來還蠻療癒的 還有一本Viper產品的demo 不得不說廠商很貼心 還特地送我兩件電競巢衣 我目前身邊剛好缺這種比較年輕風格的衣服 由於我爸積極地參與各種活動 我身邊有各式各樣活動的Polo 3 甚至連廟會掛英文那種衣服我都有 但這些都是算是比較成熟的風格 剛好這次收到這兩件年輕的電競草衣 也能讓我的穿搭更加多元化 很不錯 那接下來換鍵盤部分 我們的主角V765鍵盤 先來看外盒部分 左上方有帶大家Viper Gaming的logo 右邊部分可以看到這次V765的三個主要特色 第一個是可定義的RGB燈光 這應該算是很多電競鍵盤標配了 有量才會燒嘛 第二個是IP56的防水防塵等級 可以抵擋高壓水柱之類的衝擊 如果是一般的飲料翻倒是沒有問題的 極限大概就是拿它去泛舟才會滲水進去吧 再來我拿到這款是使用凱華BOX白軸版本 這次的新款凱華BOX白軸是採用新的結構設計 軸體外不能完整包補住裡面的結構 來達到防水防塵的效果 不過主要的目的在於減緩裡面的金屬零件氧化 來延長整個軸體的壽命 再來這把鍵盤也有配備全鍵防軌鍵 以防止按鍵衝突的情況發生 再來打開包裝 包裝裡面有附海綿保護鍵盤本體 很貼心 打開包裝後裡面有鍵盤本體 貼紙 拔鍵器 手托 這個手托是做磁吸式的設計 上面有一塊放滑電 手管靠上去還蠻舒服的 直接將手托靠近鍵盤就會自動吸上去了 磁吸部分是N級 恩 再來看到鍵盤本體 整體才銀黑配色 鍵盤配置是103件的完整鍵盤 方向鍵上方有紅色的viper logo 鍵盤採用鋁合金的鍵盤底座 並且鋁板一路延伸到邊緣 做一個斜線切角的設計 增添一些許銳利感也增加了鍵盤整體的剛性 邊緣這裡的白色是燈條的位置 再加上電腦後會亮起來 左上方部分有多媒體的控制鍵 在看影片或聽音樂可以按暫停或下一首 左上方是音量滾輪 我個人很喜歡這種方便的設計 在剪輯影片時調整音量都是很方便的 鍵材部分使用紅黑色的編織線 USB介面傳輸 偶端這裡有綠波環可以防止雜訊 鍵帽本體是可以拆的 用拔鍵拆開後可以看到機械軸 這個就是本次的主角凱滑的BOX白軸 每個軸體都自帶RGB燈 一接上電腦後就馬上燒了起來 原廠預設的燈效是波浪 整個燒到爆炸 旁邊這裡的燈條也亮起來白燈 最近的機械鍵盤真的都越做越高調了 這個燈效照到鋁合鍵的底座後會有反射的效果 讓整個氣氛又多了一層韻味 那這個燈效可以透過他們自家的VIPER軟體進行燈光設置 有好幾種效果可以選擇 比如連翼特效 按一下後會有這種一拳連翼的效果出來 有興趣的人可以慢慢玩 再來最重要的是這個凱滑BOX白軸的打桿 一把機械鍵盤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手感 不過這也是最是主觀感覺的地方 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的手感測試就給大家一個參考 凱滑BOX白軸在按壓的時候 可以明顯感受到段落感 跟輕手相似 然後按鍵聲音部分我個人覺得 它相較於缺力輕手那種響亮輕吹的聲音來說 它的聲音會再小一點 不會那麼高調的感覺 這個按鍵的聲音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後這個走向的按壓手感比較重一些 相較於上一把我用到的那把Valken120來說 需要施更多力在按壓軸體上 而且按鍵反饋的力道也比較強 這個如果對於那些玩遊戲會大力按壓鍵盤的玩家來說 應該也蠻爽的 那我有用這把鍵盤打字打了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我還蠻快就上手了 這內容的感受很不錯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很感謝伯蒂來特地機箱東西過來 這次碰到的鍵盤依舊是很炫 如果對這把鍵盤有興趣的人 可以先試打看看 覺得喜歡再考慮入手 或是在我的FB抽獎我留幾句幹話 我在3天之後會抽出一位觀眾把這把鍵盤送出去 抽獎連結我會貼在下方內容欄 然後中獎的人我會再多贈送這個博弟的電競刷牌給你 如果因為中獎太開心了感覺壓力大的話 我相信這個會對你有幫助 那下下的電競材會還有demo等等我就留了自己用了 我已經等不及要試穿這種電競布料了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